再到我們雲端上面,打開這個就是我們的座位表 我把它放在這邊,你自己打開 這邊其實就可以填,你就找一下你的相對位置 那接下來的話,回到我們剛剛講的這一道題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如果想要知道歷年的那個數量 不過你會發現這邊還有103,好像有物質 這個應該不出,因為它上面寫著104 可是怎麼103,而且只有一筆 所以理論上這一筆,我是覺得應該可以把它刪掉 不過算了,先把它保留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104這麼多 那當然你不可能說你慢慢算吧 我算一下,這個是第三 然後一直往下看一下第三第三 然後再往下捲動 那104有幾筆呢,你總不可以一直捲 往下捲還沒有,還沒到 然後104看了105,106,107 那這樣你要算到什麼時候 而且總共有,有沒有,這麼多 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 OK,那你不要這樣捲動啦 我建議如果你要往下拉到底 你按下一個Ctrl鍵 再按下向下,Ctrl向下 Ctrl向下,它就會自動移到那個 這個資料的最下方 Ctrl向下,OK 那如果你要回到上面,就Ctrl向上 那Ctrl向左,就是移到最左 Ctrl向右,移到,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在這個範圍之內 做上下左右的移動的話 你只要按Ctrl鍵按住 那上下左右就可以了 那你會看到 這個資料總共有幾筆 3680筆 那哪一個時間點 哪一年出現的時間 數量是最多的 OK,那這個要怎麼統計 首先的話,如果你要統計的話 第一個直覺 跟各位講 你一定要先確認一件事 就是有沒有那個藍位 藍位名稱叫年的 如果沒有的話,你要把它變出 那怎麼變呢 第一個,請你直接在發生日期的右邊 增加一個藍位 那怎麼增加 1點選D OK,D的話記得喔 點一下D對不對 然後2按滑鼠右鍵 它裡面有個插入 插入的話,意思是說 在D的這一籃的左邊 幫你插入一籃,空白籃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就在這個上面的藍位名稱把它補一下 這個叫什麼,叫年好了 OK,我們假設啦 需要一個年的藍位 那年的是要怎麼取得 直接拿這個發生日期 取前三個字就好 取前三個字還記得吧 之前我們做過練習有沒有 如果你插入函數 要哪一個函數是OK的 你用文字類吧 因為它前三個字 所以應該是用左邊算過來 左邊算過來三個字的話 那應該用哪一個函數呢 用Depth 有沒有 OK,應該有印象吧 然後按確定 然後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資料在哪裡 Test,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OK 不過啦 其實你會發現它本來是數字 因為你把它帶過來 它要文字 它自動幫你轉成文字 對不對 前後有雙以後 然後你要取幾個字 三個字 所以你輸入3 確定就OK了 那不過你會發現 它幫你取得的是一個文字 前後有雙以後 OK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就OK了 好,有沒有 黏就有這個藍位了 那接下來的話 要不要把它轉成數字 我覺得應該是不用 因為這邊好像不影響 所以你直接 這樣子就可以產生一個黏了 有沒有,黏的藍位喔 那接下來你要做什麼事 可以得到統計的結果呢 其實蠻簡單的 還記得吧 我們之前有做過類似像那個幾年次的啦 還有雪形的啦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把它全部統計出來 並且要知道哪一年的數量是最多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再怎麼樣 再按一下插入 還記得吧 樞紐分析表 它可以馬上幫你統計出來喔 OK 先產生這個 第一的這個 黏這個藍 二的話呢 再到插入 找到樞紐分析表 那我們就直接點選樞紐分析表之後呢 它會問你說這個範圍對不對 你可能再對一下 A1就是這裡 再到F F的話應該是這個吧 沒錯 然後最下面應該是3681 剛剛看應該好像也沒錯 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喔 你可以把年有沒有 拖到列 它幫你把 不重複的年通通的取出來 所以剛剛喔 你看到很多有沒有 104 它就是留下沒有重複的啦 就留下那一個 然後呢 你再把年拖到值 它就會做 幫你計算出它的數量了 OK 就是通通幫你加起來 你不用人工喔 人工哇 傻傻的慢慢算 你算到什麼時候 而且還要算錯了 OK喔 然後計數它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出現了 104年 687比 105年 665比 欸 今年的話呢 只剩下133比 去年的話 去年210 欸 看起來有沒有變好 招小偷的數量喔 本來是一年大概 有沒有 一年365天好了 如果一年600多件的話 算700件好了 那一天大概是 台北市就是一天就兩件 其實兩件算很少啦 以為一天只有兩個小偷 OK 或者是一個小偷 偷兩家也可能啦 OK 那也算啦 反正被偷的次數 降到呢 降到呢 去年喔 只有210 210 大概就是 一天呢 不到一件耶 一天大概 就是平均大概 兩天大概才一件 兩天 或者是 大概 一天半喔 大概就是發生一件 那其實喔 那其實喔 治安算應該算蠻好的 因為你看喔 一天不到一件耶 也就是這麼大的台北市喔 這個 總共有多少戶 可能大概有 接近一百萬戶吧 一百萬戶的 這麼多喔 只有一天不到 一家 一家 招小偷 那可嫌應該是 算蠻少的喔 我覺得 幾乎可以說是 呃 什麼 治安算很好啦 當然 不可能像我們 就是夜不庇護啦 你門打開不可能 像以前 古代說的那個 門打開都不會招小偷啦 那至少 可見的 治安是有 比較好 那問題來了喔 最後我要怎麼畫出圖表 那不過畫出圖表的時候 有幾個問題 就是 我這個 102 跟103 這個好像多餘的耶 有沒有它就一件 怪怪的這個多出這個幹嘛 還有 今年因為還沒結束 所以它這個 我不想要把它列進來的話 那你應該把這兩個 刪掉 跟這個也刪掉 但問題這邊好像沒辦法刪除 如果可以刪除的話 按右鍵可以刪 好像沒有刪除喔 所以你可以怎麼把它 不要看到的話 有個方法 可能你要記一下喔 這個不要不好找喔 如果你要把這兩 102 103 跟112 隱藏起來的話 你可以按旁邊這個按鈕 有沒有 然後呢 直接這邊不要打鍋 你把打鍋取消 其他就看不到了 有沒有 這邊點一下 然後把102 103 跟112 這三個 不要顯示 那就是直接點列標籤 右邊這個箭頭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我要的啊 你可以看 好清楚喔 而且歷年好像一年比一年少耶 OK 那剛好啦 這個就是柯P有沒有 他在台北市 就任應該就是這一年 他卸任就是這一年 所以這個就是有點像他的成績單 他這幾年到底讓台北市的治安變好還是變不 從數字啦 因為這個是政府開放的資料應該是公正性還蠻高的 只是說呢 做完之後啊 你說老師看數字好像感覺好像似乎沒有那麼清楚耶 那可不可以畫個圖給我看 畫圖應該會清楚 可是要怎麼畫圖喔 最後其實你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樞紐分析圖 再畫個圖出來就OK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們先講到這些 等一下再來畫圖喔 所以第一個我把重點再回顧 1 先在低欄的地方插入一個年 OK 公式很簡單 Lapt 這個資料取三個字 2的話呢 在這邊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跳過來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把它 這個叫工作表1 等一下可以改名字 把年拖拉到列 再把年拖拉到值 有沒有就這個 你的欄位先拉到這邊來 它會顯示這個東西 列標籤 再把這個拖拉到這邊 它會顯示這邊的資料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把102、103隱藏 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另外 再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你們再填一下 你們的那個座位表的位置好了